大家好,我是董捷安 這次我要教各位我的樂團米星際樂團最新的單曲 去死吧,這首歌的吉鼓的部分 首先這首歌吉鼓的動作其實算是稍微有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們還沒有看過我之前吉鼓的一些教學的話 可能可以先去看一下會比較好,進入狀況一點點 在這次這個單元,我主要會教各位主歌A還有主歌B的部分 那因為副歌的部分稍微難了一點點,所以我會留到下一集再做介紹 那麼主歌A段的部分,我主要會教第二次主歌A 因為第二次主歌A,三個段落彈奏方法都會不一樣 學會了以後第一次的主歌A也不會是問題 首先主歌A第一個段落,它其實基本上沒什麼吉鼓的部分 只有一剛開始進去的時候,我們強調第一拍會有一個大鼓的部分 所以會長這個樣子 OK,只有一開始這個樣子 然後接著二次拍就是做我們之前教過的切音 然後去強調二次拍的重拍 彈一次給大家看 所以只有一開始第一下會有大鼓 其他後面就是正常的吉他彈奏 那麼在第二次的時候其實基本上是一樣的彈奏 然後我的彈法就是會加上吉鼓的部分 主要在第一拍加上大鼓,然後二次拍加上小鼓 用鼓的堆疊下去強調這一整個段落的層次 它的節奏會長這個樣子 第一拍大鼓二次拍小鼓 一二三四 那只是要再加上吉他的彈奏 所以會長這個樣子 整個段落彈一次就會長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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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只是比較麻煩的是 你們會發現第四拍 我們已經做了小鼓動作 可是它卻還要再加上 bass的經過音 這兩個動作似乎是沒有辦法同時進行的 因為你打下去 bass就會被蓋住了 OK 所以我們動作上面要稍微改變一下 那麼你們就可以去看一下我擊鼓交旋的部分 就會有教這一招 我們需要把手岔開 這邊做一個煽動 所以打下去的時候 我們低音的旋 它是可以震動 所以就會長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第四拍經過音 其實是可以照盤的 那只是我們的右手打小鼓的方式 要稍微改變一下 它就會長這個樣子 接著主歌A第三個段落 其實我就只是強調每一個重拍 然後讓整個鼓的節奏更重而已 所以我就是第一拍 第三拍會有大鼓 然後二四拍會有小鼓 然後吉他的彈奏會是比較滿的狀態 吉他的彈奏就會是像我們之前吉他學的那個樣子 所以加上吉鼓的動作就會是 一二三四 然後加上去 慢慢彈奏一次給你們看 接著主歌B段 我講過這邊的節奏是放慢的 所以我們這邊的節奏會改成這個樣子 第一拍是大鼓 一直到第三拍的正拍會是小鼓 第三拍的反拍會是大鼓 那就這樣沒了 所以它會長這個樣子 一二三四 然後在彈每一個和弦的時候 一開始我會先用刷咒的動作 然後我會用我的大拇指指甲 手樓下往上刮 做一個這樣子的動作 只是我們要連接到第一拍大鼓的動作 所以它會是刮完以後 你馬上要用你的手腕 下去撞一個大鼓 大鼓完了以後 再加上我們的指法部分 所以第一拍到第二拍就會長這個樣子 然後接著在這邊 我們第三拍的小鼓 我們是用打板去做一個高音重拍的一個感覺 然後反拍我們會去強調BASS的拍點 然後只是在這邊BASS的拍點要加上我們大鼓的部分 接著第四拍就只是拉一個長音而已 我們慢慢的示範也是第一拍到B4拍 會長這個樣子 然後接著下一個和弦也是一模一樣 E M2 M3 M4 M 接著在下一個Em也是一樣 E M2 M3 M4 M 那麼在Em過門這一個 第四個小碟這個段落的時候 我是這個樣子做的 第一拍第二拍我一樣做吉他的彈奏 OK然後接著在第三拍 第四拍的時候 必須做一個小鼓的動作 那因為我要強調這個 所以我會用這個下去做小鼓 所以第三拍第四拍就會長這個樣子 OK所以第一拍到第四拍會長這個樣子 讓我再從第一個小節彈到第四個小節給你們看 1 & 2 & 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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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3 & 同樣的動作